大家好 欢迎你继续锁定新台湾新光大道 现在我们要来赶快讨论一下 接下来呢这个尼克队要出战哪一些队伍 明天早上呢我们将会在我们的这个时间 9点钟早上的9点钟将可以看到出战黄蜂队 那么连续下来呢还会有5场 希望是每一场都是非常的精彩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手版 那么我们做了整理来看一下 接下来包括明天的黄蜂队早上9点钟 另外还有20号小牛队 21号的蓝网队 23号的老鹰队 以及24号的热火队之争 那么现在呢当然就是比较一下 这个可能接下来 是不是这个尼克队啊 场场都有胜算呢 有人说恐怕不见得哦 因为这个小牛队里面有一个 Jason Kidd这个后卫很厉害啦 还有这个老鹰队还有一个Jeff Teague 我想可以先请这个银达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不好 好那看我这个手上这块 那当然在下一场比赛就对上黄蜂 当然黄蜂目前战绩呢 6胜23败 而且在客场战绩3胜9败的成绩 而且要注意到一点 他的这个主力控球Jerry Jack 目前是因伤缺症的 那么以这个黄蜂目前的战绩来看呢 也是全联盟倒数排名第二的一个位置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可以轻松过关 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在20号凌晨这场比赛对上小牛 就是比较大的一个障碍啊 当然说障碍也不算太大 因为小牛当然是去年的总冠军队伍 但今年从开季之后战绩并不是太理想 那现在勉强维持在这个西区第四的位置 那包括他的主力控球Jason Kidd 那当然就是已经是准名人堂的球员了 但他今年已经39岁了 所以是一个算是老妖怪 那当然俗称是大三元制造机啊 比方他的得分蓝板跟助攻都可以达到两位数以上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林书豪的试验 当然如果说他会过这个老妖精这一关 OK其他的年轻小将应该都不是他的对手 不过当然Jason Kidd他最大的照明是他的体能 对你说他39岁了 对他已经39岁了 他体能所以他在场上的时间不会太长 不过呢小牛另外一个空位这个法国的Boboa 也是非常注目的新秀 小牛队极力在栽培这个法国的新秀 所以说Boboa他的速度他的体能 也将会是林书豪面临的考验之一 好那再看到蓝网队 蓝网队那大家都知道了 Doran Williams 那之前呢已经是林书豪手下败将了 那这我们就跳过不谈 蓝网队目前战机8胜23败 这关也应该可以轻松的过 那接下来对上老英 老英呢目前在东区呢也是排在第4名 目前19胜11败的成绩 那他的这个 还排在尼克队前面 尼克是第8嘛 尼克目前排在第8名 那也是林书豪上来之后 才把这个尼克的胜率 重新拉回到5成 那现在站在第8的位置 所以说大家都一直在看说 林书豪有没有机会把尼克 就此去带进季后赛 好那看到老英这边 老英目前战机19胜11败 那他主力空球Jeff Tick 那他是09年第一轮的第19顺位 被老英选到的 那他在控球方面有他的本事 目前平均有12.5分 而且有4.7次的助攻 那那就一个后卫来 控球后卫来讲 这样的数据算OK 但不算太顶尖啦 那接下来更大的考验是 在24号这天对上热火 那热火对三巨头 这LCD连线大家都很清楚 包括LeBron James 包括这个Devan Webb 还有这个Chris Bush 这三个人联手 可以拿下球队大概 四分之三以上的分数 所以说呢 林书豪 而且可以注意到呢 林书豪是在尼克先是主场之后 隔天马上要飞到迈阿密 去打热火对这场比赛 所以是比较累的一个情况 那再对上这个三巨头 那又是一场硬仗 对 这场比赛才是真正的硬仗 所以24号这一天要看热火队 没错 这个跟尼克队之争 恐怕是精彩可欺 但是呢 我们另外也来请教一下 这个清禾兄 你来帮我们预测跟分析一下 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尼克队 面临到什么样的硬仗 刚刚其实听尹达来分析的话 感觉上 好像小牛队比较不好打啦 明天的应该比较简单 可是真正的硬仗 好像硬仗中的硬仗就是热火队 2月24号早上8点的这一场 再来因为是连四场 那个纽约尼克队在主场打 这个主场打里面 因为尼克队现在气势正好的时候 这个第一场我们不提黄蜂队怎么样 这个第二场打小牛队 我在打德州住了好多年 其实我应该支持德州队 可是林书瓦他是华人 他爸妈台湾 我要支持他 为什么 小牛队那个老板 那个年轻老板 那个兄弟党 那个老板对林书豪 曾经讲过很恶劣的话 怎么说 他来应征嘛 他那个时候自由球员的时候 比如说你拿那个林书豪 档案给我 你假装拿给我吧 来配合演出 就这样丢 直接丢掉 他说什么 white man can jump 白人跳不起来 刚刚大家有在讲 Yo come on 真是他差的 真是真是真是 所以那一场我们大家用念力来支持他 但讲真的小牛不好打 实在不好打 为什么 那一个球队是个team 我现在讲到team的时候 这个可能对年轻人比较搞不清楚 什么叫team team是大家合作 我们那个年龄要当兵 刘玉宏 沈大佬我们都当过兵 我们就是乖乖乖乖乖 养成那种当兵 大家要团队的习惯 团体生活怎么样 不像现在31岁也可以不当兵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机制 叫做青年救国团 那个也是在叫大家团队生活怎么样 那现在的年轻人他比较 你看四个人在一块 我们大家聚会 大家低头在玩简讯 我传给他 他传给我 居然不用讲的了 这样子 这个很奇怪 我为什么说小牛队不好打 其实南网也不好打 因为他们人家是个team 怎么样是个team 虽然team不强 但是人家很流顺 什么时候在转球 在跑位怎么样 我当体育记者当了快30年 我站在所有的球场里面想过 我如果是选手怎么样 一个191的 你在一个肌肉棒子里面 200多公分的人群里面 大家都在跑 然后你是个控球的人 你要去看你另外四个朋友 被五个人挡住 你球怎么样在缝里面传进去 我好朋友叫邓志宏 他是个大球迷 这样 他说亲友 我们现在看他失误 大家都在骂他的失误 他才打七场而已 对不对 七场原来是没有人要他的 所以现在在磨合当中 所以现在纽约尼克队 让大家来拍手 除了我刚刚讲的 大都会怎么样 他来的让纽约尼克队 变成一个队 对的确 而不是Melo那个人 Melo那个人24秒 下礼拜一要回来 打小牛那场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大毒鬼 他怎么毒法 在还没有那个林苏华来之前 进攻24秒 那个Centler常常讲 这个人拿球拿超过20秒 很不客气 那么不客气吧 比刘云还凶 这个人拿球都拿20秒了 我们干嘛呀 对不对 所以这个现在看 怎么样去打小牛 小牛是一个team 是人家五个人在跟你打的 如果说纽约尼克队 过不了这一关的话 我们沈大老主任讲的很对 他归于平常了 我来回应一下 好 来 就有关这个天瓜 Anthony的这个表现 我预期啊 他不会想大家想象的 那么霸气 那么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林苏豪 给大家的感觉 就是说很谦虚 这个小孩子很乖 你现在想派 人家会说 是你没道理 是你没道理 还有呢 他这个你说 他控制都是20分以上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打得不好的话 责任也在你的身上 而不是在林苏豪的身上 所以我觉得他过去的作为 会因为林苏豪的篡起 他会有所修正 因为如果打得不好 如果输了尼克队的话 他的责任 要远比林苏豪来的重 所以他不得不小心 不得不好自为之 是 好 我们等一下来继续讨论这个部分 我们休息回经济网告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